警方盯上 清晨四点多 天还没亮 这辆巷型车已经来到台大雪山林道 往前开 发现有车档停下来 这是第一次失败 但嫌犯不死心 车子往后退 加速往前冲 想再来一次 只是 还是冲不过 铁质车档卡住车轮 嫌犯只好死心等同伙上车离开 来回冲撞至少两三次 我们设置的那拦阻点非常的坚固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铁质车档成功拦阻嫌犯 盗取扁驳 拨箱型车底撞出好几个洞 铁质车档也多了好几处凹痕 看看现场有11块 被切割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扁驳 可比小看这些扁驳 总重量可是有300多公斤 市值超过150万 光是一块一个大男人也很难搬着走 因此盗法集团的两名嫌犯 才会因为车子无法进入 只好空手离开 这个是盗法的治安热点 所以配合领管处 有设置了那个拦阻的器材 让他们无法顺利得手 保险原警说 从去年调查阿里山的倒罚案中 追查发现 这辆乡型车嫌犯多次利用 伪造车牌进出山区倒罚林木 三名嫌犯落网 坦诚就是嫌犯 但恐怕万万没想到 全副装倒罚林木 没想到因为这铁质车档 白做工 三地区廖国手黄家平 嘉宾先报道